今天是民進黨主席補選的投票日 這個人選是已成定局了 外界有更關注 內閣改組的時程以及人選 總統譚英文 他在投票時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只有回頭致意 沒有多說什麼 那麼行政院長蘇貞昌則是被批評 他先是拍板這個普發現金 然後又核定了系東縣等等的重大建設 根本是用撒幣來救官位 對此這個蘇貞昌 當他引用了歷史典故 他反問原從患不死 清兵怎麼入關 更說不要像父子騎驢 這樣也罵 那樣也罵 而對於這個內閣的改組時程 他語帶保留 總統蔡英文投下手中一票 將民進黨交給下一任掌舵者 眼前最頭痛的是內閣改組任務 總統對內閣改組有時間表了嗎 蔡總統回頭表示問題聽到了 但揭露出了意味深層的表情 倒是當事人行政院長 蘇貞昌一臉從容 等待投票過程和黨員互動還能談笑風聲 不會聽到被質疑近期搶先宣布 發現金 先後核定高鐵延伸屏東修改路線 又拍板捷運系東縣 一臉穿動作是用撒幣搶救烏紗帽 這口氣哪能認 說到委屈 一言難盡 但是否交棒卻保密到家 外傳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接任富格奎呼聲很高 巡後動作頻頻卻惹火蘇氣 我跟蘇院長互動很好 那也跟這個蘇院長的幕僚有長期的這個感情 總統對於未來的人事佈局 我相信會做很充分的考慮 立院延會簽動內閣人事佈局 一日未定數被點名的人 只能被動防守外界 減縫插針 華視新聞站 劉衛城 吳辰元 台北桃園綜合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